歡迎來到《風華絕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謝您的觀看與訂閱 不知道大家對臺灣演員阿希 陳伯正說不熟悉 他曾經出現在很多知名電影裡 比如《鎮頭》、《大偉盧曼》 還有2016年的《神楚》等都有他的身影 電視劇作品也有《雨後嬌陽》和《愛上兩個我》等得獎演作品 阿希 陳伯正小學四年級時 久可不遇 同學介紹他爸爸來看診 雖然只好咳嗽 但耳朵卻聽不到了 他說 沒過多久 同學爸爸被抓走了 才發現是密遺 此後 陳伯正過了四十多年重聽的日子 直到十幾年前才開始帶助聽器輔助 現在領有殘障手冊 陳伯正透露 以前聽力滿分十分 差不多可以聽到六分 但最近幾年老話特別嚴重 真的聽不清楚了 家人和工作人員講話要很大聲 那段時間還讓女兒陳嘉儀被誤會 女兒忍不住埋怨 阿爸 都你害的了 他說 這句話還要在耳邊講才會聽見 陳伯正講述重聽困擾 我有一個節目《臺灣上清》 那時沒有帶助聽器 後來就離開了 但拍戲因為有劇本 我就看對方口型 比較沒有影響 但開始帶助聽器後 有些器具良有不齊 還是很困擾 對此 陳伯正在出席公益微電影《需要被聽見》記者會時 呼籲大眾關注聽力有障礙的群體 陳伯正給人草根親和力十足的印象 他從影近40年 一出道就入圍金馬獎 依舊視演員為神聖的工作 我把自己當成一個有理想的戲劇工作者 不好的東西我不會想拍 即便今日他拿到劇本 依舊會做筆記 做功課 寫得密密麻麻 也向導演提供意見 讓劇本修到最好 他也透露 其實心中一直有個導演夢 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實現 陳伯正表示 自己大學重考三次 前兩次還混混噩噩 第三次下定決心 頗有天賦的他1980年出道 演出侯孝賢導演的《兒子的大玩偶》 即入圍第二十屆金馬獎最佳男配角 隔兩年再以超級市民獲獎 立刻成為當紅炸子機 在那個電影還有歷可圖的年代 大家視他為票房指標 紛紛搶著找他拍戲 陳伯正苦惱說 當時我希望先看到劇本或是工作組合 但幾乎都沒有劇本 因為只要我簽約上去的 應該就可以找到金主 然後拍出來什麼東西 不知道 他感慨說 我是文化大學戲劇系畢業的 所以我把自己當成一個有理想的戲劇工作者 不好的東西 我不會想拍 但形勢所逼 當時黑道深入電影圈 也有大哥勸他 不拍不保證不出事 譬如說 我老婆正好生小孩 他們七八個穿黑衣服的到醫院去 見此 陳伯正倒是豁達 他說 我大概理解這樣的生態 他們也需要賺錢 但有一點不舒服 覺得這是強人所難 不過慘的是 往往片酬尾款都沒收到 他笑說 前面兩期還有機會 幾乎都是最後一期 他們就不給了 超過百萬應該有吧 面對電影圈的景象 陳伯正坦言 失望也絕望 當市場沒有那麼蓬勃時 他便選擇急流勇退 改經營 撞球場 一退就是八年 有一天他突然心血來潮 我覺得我對演戲是有天分的 如果不演戲是這個社會的損失吧 我也少賺了另一方面的錢 這個複雜的念頭一起來 阿姑的兒子馮凱就來找我說 我們家現在要開一檔什麼戲 你來幫個忙吧 才重啟了他的演藝圈之路 陳伯正談起老婆詹玉琴 充滿驕傲與依賴 我自以為我看生命的程度已經夠高了 她是又高又廣又深 她讓我的生命進步不少 老婆也曾提醒她會遇到車官 果然讓她避掉幾次死亡車禍 又好比年輕時 她因為出門想戴墨鏡 不被認出來就可以少打一點招呼 少消耗一點精神 結果我老婆看到背後的心態不只是這樣 她就直接說不可以有虛榮心 這也讓她在演藝圈中時時警惕自己要謙虛 要低調 好人緣自然擴散開來 又好比年輕時 曾有朋友找她 投資飲水機 錄音室等企業 她樂於助人 投了錢也沒多問 最後卻虧了三千萬 讀信佛教的她笑說:「我知道是過去聲欠他們的。」 陳伯正在20年前有兩位好友生意遇到困難 向她開口掉資金 當時她意氣相挺 豪邁地將手上所有現金都拿出來 金額不足的部分還次行貸款出借 就想幫友人渡過難關 結果三千萬元一給之後 良友人就消失了 留下她一個人欠下一屁股債 我當時陷入憂鬱 但已經結婚 又有了小孩 還要養家 只好瘋狂靠著接戲賺錢 幸好後來接觸佛學 學著把被騙錢欠債這件事當作練功夫 慢慢修行成長 個性和想法才因此收斂改變 由於老婆有通靈體制 兩人經常透過宗教開導 指引圈內外信眾 陳伯正也透露 心裡一直有一個導演夢 有部分的念頭就是想把在宮廟裡的所見所聞拍成故事 直說比戲說臺灣海旋 陳伯正表示 老婆詹天琴天生和觀音有緣 常常神經欲言 我們一般人所講的戴天命了 他說 曾經有一次起床後 發現停在門口的車子不見了 當時老婆說 不見也好 你最近會有一個車鬧 不死也只剩半條命 一開始陳伯正打死不信 照樣騎機車出門 不料真的出了車禍 坦城五六尺公園 但幸好他只有輕傷 詭異的是 老婆看他沒流血後 竟然預告 車節還沒結束 後來陳伯正和朋友相約去釣魚 老婆再三叮嚀 一定要在五點前離開那個地方 不過當時他太投入 等結束時才發現早已經超過五點 原本想趕快離開 但機車突然發不動 於是他向朋友說 等三分鐘看看 可能是觀音保佑 三分鐘後 車子順利發動了 結果他回程經過美景隧道時 看到一臺軍用卡車因車禍翻在路邊 陳伯正與老婆有兩女一男 大女兒陳琼文負責她的經濟事務 小女兒陳怡嘉也是演員 婦女倆曾一同演出戲劇與後交揚 陳伯正對女兒演藝事業相當開明 我覺得實力是最重要的 會引導她 指導她 但不會用我的資源去幫她 她個性也不會希望是靠霸足 2020年 陳伯正突然在家中昏倒 送進嘉湖病房搶救 病況嚴重到讓女兒哭著前下放棄急救書 所幸陳伯正在鬼門關前被救回來 撿回一條命 女星田宇安從小看著父親陳伯正演戲 耳濡染下也開始對拍戲有興趣 張大後跟著父親腳步進入演藝圈 出演戲劇雨後交揚 苦力讓她爆紅 擁有好演技的她得益於父親陳伯正在背後教導 支持 所以父女倆的感情極其深厚 田宇安2020年7月在高雄拍戲時 收工後才看見手機有醫院的未接來電 起初以為是有氣喘病史的母親或臥病在床的外婆健康出問題 其料是父親陳伯正突然在家昏倒 緊急送進嘉湖病房 這消息嚇得她當場痛哭 但因為要繼續拍戲無法離身 只能忍著悲痛 進手工作崗位 田宇安兩天後終於放假 趕緊致電家人詢問詳細經過 才知道姐姐怕影響她工作隱瞞消息 原來父親因感冒隱起急性肺炎 而且病況極為嚴重 姐姐只能簽下放棄急救書 這消息逼得田宇安情緒潰低痛哭 她當下腦中只有怎麼會這樣太突然了的聲音 所幸父親被救了回來 田宇安心有餘悸地說 當下得知消息內心都是天哪 到底是蟲蝦毀 嚇得她不斷大哭 還好父親身體已經康復 但也讓她頓悟事事無常 不再計較或執著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內心開始定了下來 反觀陳伯正 她只是笑說 嘎息太多 太累了 休息一下就好了 幾年前做過健康檢查 大致無礙 也說自己住在屋來 享受好山好水好空氣 自然就有精神 而且女兒從去年起開始為她降低工作量 比較辛苦的就不結了 在電視劇《一千個晚安》中 陳伯正飾演台鐵戰長 劇中領養了被遺棄的蓮魚函 用樂觀的方式教育小孩 然而在演出過程中 她急性增加一段劇本沒有的台詞 藉此對現實生活中同樣沒有血緣關係的大女兒告白 命中注定我們本來就是婦女 劇中 她對扮演養女的蓮玉涵說:「你雖然不是我親生的 但是你就跑來當我女兒 這就是命中注定我們本來就是婦女 所以你並沒有虧欠我什麼 你不要一直心裡好像有那種 想要刻意報答我的感覺 陳伯正透露 其實劇本中原本沒有這段話 全是她急性 靠著自身真實經歷說出來的 因為我大女兒就不是我親生的女兒 陳伯正笑中帶淚地說 其實也是想藉著戲劇向愛女告白 在她成長過程中 我就跟她講過同樣的話 那後面說 不要刻意報答我 我當時沒有說 但是在這一句話說出來 也是在跟她講 講到一半 她也忍不住轉頭是淚 對女兒的愛易於言表 最後 也希望陳伯正能度過一個安逸的晚年 一家人健康快樂地生活下去 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您對本期視頻有何感想或建議 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本頻道 別忘了點擊訂閱 下期視頻 我們再會